市長請問一下,這次你們台北聽說有70個人台北市政府 那為什麼安排這個大陣仗跟屏東的交流 沒有我猜我們很多首長應該下午活動結束 會繼續跑去墾丁或是到屏東各地去玩 應該反正暑假到了大家也趁機應該來旅遊 不過本來就是市政交流就一定的人數 市長昨天公布的美麗島的民調 不管國民黨是由韓國瑜或是郭台銘出現 那你在沙喀都的情況下你的民調都跌了10% 然後甚至只剩下18% 那市長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民調本來就有高高低低 就像股票有高高低低 就昨天跌到谷底了這個 那市長你過去曾說就是如果蔡總統的支持度超過40% 什麼事都沒有了 那在昨天這份美麗島民調 蔡總統的民調已經超過4成了 那這樣會影響你未來參選的決定嗎 那繼續再看 好還有其他問題嗎 所以這兩天在屏東的行程也算是有一點敗票行程對不對 沒有什麼敗票 這個 一方面是市政交流 另外一方面是觀光理由 那請問一下你會跟郭台銘合嗎 現在有一個聲音 郭台銘 喔 是從哪裡來的 有記者問 哈哈哈 喔 你不要聽說 等發聲再講吧 好 我們在一起 等發聲再講 奇怪 每天都有奇怪的新聞 市長 上海行會跟劉潔益見面嗎 行程確定了嗎 目前 我們有要求對方 那好像本來是第三天下一個行程 還沒寫清楚 我們還是會在出話之前 把所有的行程全部寫清楚 然後還是會送入委會 目前 還沒有 目前的這個行程裡面 對方並沒有 沒有安排國台辦官員的見面 市長 昨天蔡總統又有說啊 國家主權是很重要的 有了主權 民主 自由 與人權 才可以確保 還說這是各界的共識與認知 市長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這不是問題啊 我只是不喜歡看 用這個國家安全當幌子 他想怎麼用就怎麼解釋 這是我不喜歡的地方 沒有人說國家安全不重要 市長 那你多次過去曾說 就是你比較不喜歡新潮流 那今天來到屏東縣 那潘孟安縣長 好像算是新潮流的 不過是這樣啦 每個人有很多種深入 就只是其中一個深入而已 好啦 沒事了 謝謝